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蜜云将它遮盖 使它不能看见它周游穷仓 阿门 下面有平安师班的现实和力气管全乐团的演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国有很多的宴会 那以后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还要赞美舞蹈演奏 演奏等等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自己不会跳舞 会有这样一种肉的想法 那我们在天国之后呢 不会跳舞的人呢 到那去学就可以了 而和我们现在的身体也不一样 非常的柔韧 也能够尽情地舞蹈 我们盼望着幸福的那一天 那今天希望大家也能够蒙得更大的恩典 介绍讲坛 献花 献花者是海外支教会 在末时建立神明的祭坛 让我们能拥有属灵的信心 将一切感谢荣耀都归于三万一体神之 在见证的生命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成长为主美丽的心腹 也感谢您 我们都能够成为刚强壮胆的属灵将帅 拯救更多的灵魂 将荣耀归于父神成为这样的支教会 这样的盼望 献上讲坛 献花 感谢你们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这位转牧师呢 在1989年见证这话语的时候呢 在开头是这样讲的 因为约伯介是神不断地分析人内心的话语 所以呢 缺少祷告是不能够来正道的 约伯介呢 就是这牧师在很多的祷告当中 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得到的解析 所以我们圣徒们在听着话语的时候呢 又说好像是在接受个人的探访一样 通过话语呢 发现自己都能够蒙得恩典 人的内心呢 不知道自己里面有怎样的恶 特别是像骄傲一样 深深扎根在自己本性当中 隐藏的这样的罪行呢 是很难去自己来发现的 但是呢 来查看每个人的心肠 试探肺腑的神呢 就算是人隐藏在身的罪呢 也能够知道 让我们能够发现自己 让我们都带领 我们能够走向完全的圣洁 以人的力量呢 想要发现或者是离弃 这样的罪行呢 也是以比一切两人的见更快 以神的话语 能够这样的刺入剖开 那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够离弃 那今天通过今天的话语呢 也能够发现自己有所领悟 得到这样的恩典 能够有所变化 成为生命 成为这样蒙福的时间 我们的罪行的身处 本性当中的恶 就像约伯一样通过熬炼 能够显露出来 能够发现 也会有这样的恶 那经受熬炼 因为会有这样的过程呢 经受熬炼之前呢 是因为它是隐藏的 虽然说自己没有接触到 那通过这样的 通过话语呢 也知道这些也是恶 但是人生呢 都是相似的 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呢 也是 亲戚朋友工作 还有上司等等 还有圣徒们工人们之间的关系 这样来应用的话呢 看到别人的事情呢 也会能够发现自己 那我们通过话语呢 那就算我们呢 不经历这种约伯这么严重的熬炼 那我们也能够发现自己 明明知道这是恶 但是呢 有爱自己的本性 所以呢 认为这不是大罪 那这些都一一地剖析 那怎样的是恶都一一地给大家进行说明 那这样的话语呢 都有把这些认为是自己的恶 打开心门的时候呢 圣灵就会让我们有所领悟 但是就算是听同样的话语 A和B呢 在他们互相进行理论的时候呢 A呢 认为这是和自己说的这个话语 这些的理论呢 都是自己的罪 我又发现了自己的罪 但是B呢 一样地去理论 但是认为 却认为自己做的对 却想了说 A应该听到这样的话语 A他也知道 他应该今天也知道他做错了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自己是有所损失了 那我们 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听到 说发现不了自己 不能够发现自己的恶 自己不去顺从 没有谦卑地将卑自己 也没有从行为上去做 他有时候不知道 没有做到 没能够成圣 所听的话语呢 都要把这些刻在我们的心本上 认为是对于我们所讲的话语 在祷告的时候 那通过今天的话语呢 圣灵呢 就会让大家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 大家的恶 让大家能够浮想出来 这是圣灵的恩典 上一讲五节的时候 以立法呢 向约伯说 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这样定罪于约伯 那今天六节开始呢 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那样 那举几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说约伯你是恶的 你的恶到了极致 那为什么这样呢 这样说的 我为什么说你是恶的呢 你有这样这样的恶 约伯经安十二章六节说 你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 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 在这里说这样的当头呢 作为旅行约定的担保 压在对方那里的人或者是物品 还有呢 就是说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 是说不当地将别人的财产抵押 或者是让他去担保 还有呢 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呢 是夺去了穷人的一切的行为 就是说贫穷的人 贫寒的人 他只剩下的一点东西呢 也都夺去了十七受辱 以利法呢 就说约伯是如此行恶的人 他错误的论断别人 定罪别人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积累误会 而且那回恶上加恶 以利法呢 不是说一开始他就去责难约伯 约伯纪四章三到四节说 以利法呢 和约伯说 你素来教导许多人 有坚固软弱的手 你的言语曾扶住 那将要跌倒的 你又是软弱的西吻固 这样称赞他 那一开始跟以利法说话呢 就是安慰约伯来 然后看到约伯非常的悲惨 他们呢 互相拥抱 哭着 然后约伯开始 然后利法就开始劝他 开始是称赞约伯的 但是呢 互相理论之后呢 他的情绪就过激了 然后后来又说 约伯你是饿的 你是害别人的人 说了一些与之前 完全不同的话 接下来的约伯纪 二十二章七节里面也说 困乏的人 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 你没有给他食物 如果说在灼热的沙漠 找不到水的话 或者是说没有食物的话 饿了好几天 那应该有多痛苦呢 但是呢 以利法呢 说约伯没有给口渴的人水喝 也没有给饥饿的人食物吃 不给饥饿的人食物的话 那他的生命之光就会熄灭 就是放任 不管 就是显现了人的残忍性 但是以利法呢 说约伯 你就不是人 你没有作为人的价值 你是非常残忍的人 是带着这样的意义呢 去论断定罪他 接下来的约伯纪二十二章 八到九节说 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 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 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 折断孤儿的绑壁 如果周围人突然间呢 有很多的财产 生活得非常的富足的话呢 就会羡慕人说 那个人的命怎么那么好呢 花钱如流水 他到底是不是正当的 这些是不是正当的收入呢 会有各种的恶的想法 同样 那以前呢 约伯呢 在东方可以说成为大 是非常富有的 所以呢 以利法呢 就把约伯呢 比喻成恶人 讥讽他 他说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 折断孤儿的绑壁呢 就是说 像寡妇和孤儿这样的人 可怜人呢 他也没有去救济 而是让他空手而归 亏待他们 以利法向约伯说 你有能力 有土地 在尊贵的位置 但是却这样的无情 冷酷 去定罪于他的场面 各位圣徒们 那我们知道呢 约伯不是行这种恶的人 而且是有德行的人 经常去救济人 帮助这些软弱的人 但是呢 以利法呢 为什么这样去论断 定罪约伯呢 那就是平时呢 他非常的嫉妒 灾气嫉妒约伯 所以这样的话 都是以恶的言语 都表露出来了 通常呢 比如说世人对话呢 都说有钱人更过分 或者是说有权利的人呢 就贬低 他这样的贬低有钱人 但是呢 我们呢 没有必要说别人 享受到这样的权利 享有的财富 去论断别人 因为这些呢 只有神才知道他们的内心 比如说周围的人呢 谁很好 去猜济嫉妒别人 想要找别人的查 这样的行为 他自己找查呢 却不知道自己是猜济嫉妒别人 才这样做的 那谁好的时候呢 就会想起那个人的缺点 那就是猜济嫉妒 那就是自己里面有恶 那也不是说和自己很亲近的人 也不了解 是跟自己呢 距离很远的人 那这个人好 那世上人会怎么说呢 那个人呢 是借自己父母的光 就不管是怎样的 也要找一些毛病 如果那个人没有说 付出自己的辛苦 而是呢 有个好父母 那世上呢 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猜济嫉妒的心 那我们圣徒们 大家要查看一下 自己是否有这种心 那么在世上呢 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 那么大家也能够有所分辨 那去找人查 或者是挑人毛病 那确实是真实的吧 就算是事实 不要那样去做吗 要想一想 那么去责难谁的 这样的事情呢 大家不要成为同样的人 和我自己都没有关系的人 为什么一起去责难别人呢 但是呢 世上的事情呢 要有能力呢 去分辨对错 但是大家呢 没有必要去积累罪 这样的猜济嫉妒 去找茬 挑人家毛病 看别人好 然后呢 就看不惯 这些就是猜济嫉妒 就算是自己的想法 是对的 那么对于这个人的评价 和批判 那这个人现在好 是因为怎样 那这样的想法 就算是对的 那么神说 不管是什么理由 也不要去论断定罪 不要揣测 那是 那我们呢 就要去顺从这话语就好 那除了神之外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 我是对的 犯罪的亚当的后裔呢 全部都是有原罪的 再加上罪的主管者 仇敌魔鬼撒旦 所属仇敌魔鬼撒旦 又犯罪的生活 虽然说有的人自认为善 但是呢 对照真理的话呢 所有人都是罪人 通过父母遗传的原罪 还有呢 在生活过程当中 知道不知道自己所犯的 大的叫小的 自犯罪 还有罗马书三章十节说 就如今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那对照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还有从出生到现在 唯独接受本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的教导的人呢 也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的 所以说任何人若不是耶稣基督的 宝血的功效 就不能够称为自己是义的 也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 从伊利法那里呢 听到了荒诞无稽的指责的约伯呢 他觉得非常的委屈 约伯呢 心里面不仅是没有过 伊利法所说的这种恶行 而且呢 是努力的去救济贫穷的人 帮助软弱的人 让他们变得坚固 去辅助他们 那约伯是这样的 又听到朋友们说 他自己是这样 他的内心应该是多么的痛苦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知道 伊利法的心理 那就是他的恶的内心和想法 还有他的所行 我们要深思一下 那想想自己是否有这样的面貌呢 来进行对照 然后来听今天的话语 以前呢 伊利法呢 称赞云国约伯的话 那我们再看一下 约伯纪四章 三到四节说 你苏来教导许多人 又兼顾软弱的手 你的言语曾扶住 那将要跌倒的人 你又是软弱的西稳固 伊利法刚开始来到约伯面前的时候 是这样的 你是行了这样善行的人 那在劝约伯之前 是这样称赞约伯的 那看到这些 也要知道 约伯以前呢 是会接待很多的人 那这样呢 人呢 会有各类人 那看同样的事情呢 也会有的 有的人呢 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约伯所见的人当中呢 有的人是有正确的想法 相反呢 有的人呢 会有不对的论断的人 那说的是什么呢 同样看到同样的事情呢 那人越是多 那么想法呢 就是会有更多的不同 很多人认为是对的 但是呢 其中呢 有的人呢 会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人多 那想法也是都不同的 是对视错 那个人好 那个人不好 或者是有这样的方法 等等 会有很多的话 那约伯呢 他去对待所有 很多人 行善 接待了很多人 不仅是说呢 接受他的帮助的人 还有有知识的人 还有呢 约伯他追求善 有很多人呢 也追随他 所以呢 和约伯在一起的人 是有很多的 还有对他的评价呢 也是有很多的 有大部分呢 都是善的评价 但是呢 也有不是的 所以说呢 按照传闻 那里面呢 有对于约伯的好的话 但是呢 也有一些不好的传言 那大家在这个世上生活呢 就也可以知道这样的 那大家很努力 但是有的人说你的不好 但是 大家呢 没有必要呢 因为这些而苦恼 那他的朋友呢 对约伯呢 是本来来称赞他 但是时间流失之后呢 就说了一些不相关的话 那大家呢 在这些方面呢 也能够知道呢 在这世上生活呢 要有很宽容的心 那如果说内心 太狭小的话呢 那就谁说你的话呢 就心情不好 看别人脸色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 你内心的情面太小了 如果说是树很大的话呢 就会有很多的枝子 那在有什么时间时候 你说去尽忠了 去干什么 那有的人 那也会说一些不好的话 以前呢 也听到那样的话 那听到之后呢 我也想 我想要去谦卑 想要去这样做 我为什么要听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不该做呢 那就是很狭小的心 那这样的话 就不是大器皿了 那在瞬间 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 我就想 有这样的想法呢 就是缺乏善 谁说我什么 我就不喜欢听的话 谁说你都会不喜欢 那如果说有一个 大的器皿的话呢 这样的话 那样的话呢 也都能够去容纳 去倾听呢 就把它作为灵粮 成为教训就好 所以来猜忌 极度的话的话呢 不要听进去就好 那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呢 也要有这样的人 也会有那样的人 有猜忌的人 有极度的人 也有对 也有人呢 把好的说成是不好的 那这些都把它当作教训就好了 那么 约伯所行的这些方便呢 有好的评价 但是呢 也有 说它不好的 还有呢 约伯呢 他做的事情呢 有的人有称赞的 那我以前呢 也有听过这样的话 因为有物质方便呢 所以才能够去救济 我是因为没有 所以才不能去救济的 那对于别人去救济呢 他也会说他也是看不惯 但是救济的人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节省自己吃 喝自己花的钱 去救济别人 跟别人呢 给别人钱说出去会餐吧 但是自己呢却从来不吃这些 不去点餐 给别人去赞助 但是很多人呢 不知道却误会 才及嫉妒 也说因为当有才会这样去救济的 不是称赞 而会呢 说一些不好的话 那事上呢 就是有这样的人 约伯 德苏维呢 也有这样的人 尼利法呢 一开始呢 在听别人说约伯的传闻当中呢 听了好话 所以呢 也去安慰了约伯 劝约伯 说你悔改的话呢 你是能够恢复的 你这些好的话呢 去安慰他 但是呢 和约伯有所碰撞之后呢 他的恶就发动了 那现在想起了 以前听到的传闻当中的不好的话 他揪出了这些不好的恶的话呢 向约伯倾斜而出 以前呢 去称赞约伯 但是后来呢 去说一些正相反的话 去论断指责他 那么这种尼利法的内心呢 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知道 自己是否是这样呢 那么大家也要在这些 这里面呢 来找到自己 是否有这样的方便呢 对于对方的评价呢 是有所不同 那自己呢 是善呢 或者是不是呢 那对自己有利的话呢 就喜欢对方 如果说对自己不利的话呢 就不喜欢他 那就是属肉的人的内心 那个人称赞我 给我好的待遇 我也会称赞他 说他好 也去跟随他 但是呢 得到了指责 得到了 或者自己所做的事情呢 好像是有所不利 那么马上呢 就会觉得 就会离他很远 对方对你好的时候呢 就称赞他 就算是别人说他不好的话呢 也说不要说这样的话 反而呢 去包庇他 但是呢 和对方的关系呢 有裂痕之后呢 对对方的称赞呢 就变成了指责 甚至从别人所说的 一些不好的话呢 都会用这样的话呢 去诋毁他 要诋毁的人的话呢 去说 为什么去诋毁别人呢 自己的内心的不一样 因为那个人 对于自己来说呢 是好人 对吧 所以呢 有好的话呢 那就去跟别人说 有什么不好的话呢 我自己就不去说 因为没有那种同感 和那个人的关系比较远了的话 那以前的不好就全部都想起来了 就和别人说那个人的不好 去诋毁他 这样 属肉的人呢 就会尊重自己的 按自己的利用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非常的善变 马格福音十一章 九到十节说 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 有大 有太人呢 他们都在 喊着和散呢 去欢迎他 说他是 以色列的弥赛亚 但是呢 不过几天之后呢 他们呢 就喊着 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这样的善变呢 是父神所不喜悦的 这是属肉的代表的属性 还有这善变的根本呢 就是奸诈 奸诈发动的话呢 就会求自己的利益 物质的贪心 全民利 为这些去改变 那如果说不离奇 这样奸诈的话呢 在小说呢 会不守约 但是大了 就会背起恩典 也就会这样的背叛 所以我们说的圣徒们呢 如果说有奸诈 善变的属性 这些要完全的拔除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不变成 就这样的属灵的内心 像以立法之前所说的 还有现在所讲的是 怎样呢 约伯 不是说约伯什么方位不好 以立法是这样的不好 不是说以立法不好就结束了 一定要应用在自己身上 有很多的这样的 从学生时代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和公司 那在公司和自己的同事之间是怎样 和丧事是怎样 那在关系不好的时候 又是说什么话呢 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那自己发出这样的恶来 不只是说对方向我行的这些不好的 有的没的全都说了 那一些好的时候呢 谁向他说不好的话呢 也不会说把它装在心里 那现在心情不好的话呢 现在只听到一些不好的话 这就是恶的属性 要领悟到这一点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某个人有一些消极的想法的话 那这些的面貌 是否是有这样的面貌呢 一定要查验 而且要拔出 两根拔出 如果说有这样的恶的话呢 是不能够进入更好的天国的 那如果说有这种的恶的话 和自己的内心相符的时候呢 去称赞他 说他好呢 和自己的心不符的话呢 就说一些不好的 麻辣妈那 说着说那 那这样的人是万民的羊群 这样的人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吗 不是的 要一的发现这种恶离弃 那一定要做出这样 离弃的行为 才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 那这样的话呢 好像是相似的话 但是每一周 那通过约伯和约伯的朋友们的 在行为当中呢 来给大家说明他们的这种恶 那自己以前的面貌 好像是看到自己以前的面貌 不要说就这样就忘却了 以前有这样的面貌的话 如果说是没有离弃的话呢 现在还是有的 只是说现在没有那样的状况 那现在还是在存留在自己的内心的 一定要记得 而且呢要通过祷告呢 我们要离弃 那接下来的本文呢 以利法对约伯说 约伯接二十二章事件说 因此有网罗环绕你 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 在这里所说的有网罗环绕 说的是 以利法呢 它说约伯行了很多的恶 所以说有人有这些勾连 然后呢只能有惊慌 其实这种情况呢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约伯行了恶 和人们有所牵绊 那以前有好的关系 那现在呢面临难处 面临难事 痛的时候呢 不只是说去责难 如果说去责难他的话呢 只是一些 有所牵绊的人 但是约伯的 约伯不好 约伯的各种事情 变得不好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不断地诋毁他 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那比如说对方 没有对你有所害 或者是有给你带来什么损失 就环绕着自己 让你有所损失 但是这样做呢 要更加追求善 要查看自己 得以变化 去牺牲献身 那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与仇敌 都能够成就和睦 那伊利法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没有说 直接看到约伯去行恶 只是在自己的想法 和感觉当中来说 尽管如此 那怎么能够说 有网络环绕你呢 有恐惧忽然 使你惊慌 这样具体地去表达 然后去论断 去揣测他呢 这就是伊利法 他本身呢 就是这样 这种事情的经历者 对某些事情 有直接性地体验的人呢 他就能够活生生地 说出那种情况 那伊利法呢 在过去呢 因为自己行恶 在黑暗当中 他感觉到了恐惧 他是这些的经历者 所以呢 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 他就论断 约伯也是那样的 这样的冷嘲 热讽 挖苦 约伯 那现在呢 也是在这样黑暗当中 他又是在自己的感觉当中呢 定罪 约伯 是这样的人 这样去论断别人的人呢 那本人同样有受到论断的恶 要知道 大家如果说戴有色眼镜的话 戴红色眼镜的话呢 这世界就是看的是红色的 那自己里面有恶的话呢 就会认为别人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是很容易的 经常说谎的人呢 就会说 那个人跟我说谎了吧 是不是要骗我呢 是以这样的眼光去干 但是呢 内心比较纯洁的人呢 别人说谎呢 也不相信 不知道别人在说谎 在骗他 那自己里面有恶的话 就会论断别人 也有那样的恶 一例法对别人呢 在描写着约伯的事情呢 好像是在说着自己所面临的这样的男士一样 那对于神呢 也不能够贸然地去揣测 以恶去论断说神是独裁者 神说神是可怕的神 雅各主一章十三节说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我们的神呢 本就是光 是无瑕无次的神圣的神 朝廷魔鬼撒旦 他怎敢控告试探神呢 而神呢 也不是试探人的神 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说 但个人是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计怀了 他也就生出罪来 罪即掌承 就生出死来 就是说 不是神试探人 而是人在自己的私欲当中 生活在罪恶当中 所以呢 被牵引到黑暗中 面临难处 那么有的人会说 神不是给人带来试探的 但是为什么对亚伯拉罕说呢 让亚伯拉罕去献祭一丧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与仇敌摩伯撒旦给的这个 试探呢 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仇敌摩伯撒旦所带给的试探呢 是给人带来难处 走向死亡的目的 但是神所赐予的这些试探呢 是给神的儿女大的祝福 那就算是人们不能够通过祝福的试探 但是那也不是会面临难处 神呢会给躲避的道路 而会相互效流成就得更加美好 但是 不知道神这样的旨意的人呢 却自己揣测神论断别人 现在以利法就是这样 如果说自己内心没有恶之处 只有善的话呢 就不会去找别人的刺 也不会去论断定罪别人 约伯呢不是说像以利法论断的那样 恶所以才得到了神的诅咒 不是呢 但是实际上呢 像以利法一样 恶人呢 会被网络围绕 是会生活在惧怕当中的 无论是善事恶 按照个人所重所行去收成的 在这地上也会结出合乎的果子 最终呢 在约翰福音5章29节说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像这些经文一样 或者是永生 或者是永远的刑法 为代价 接下来的本文 约伯记22章11节说 或有黑暗蒙蔽你 并有洪水淹没你 在这里所讲的黑暗呢 是内心的黑暗 无法预测的未来 在绝望的状态下 没有盼望 没有未来 在约伯的朋友们来看呢 约伯没有梦想 没有盼望 他也没有将来 是这种状态 所以他们这样说 红水呢 是发大水 大鼠 大水泛滥 那说 红水淹没你 那就是 红水泛滥 让自家务 或者是农作物呢 都被清除了 甚至说 自己的健康等等 都被 清除 以后呢 还会面临这样的事情 因为约伯行了大恶 所以呢 会面临这么巨大的灾弹 以立法自己这样 下了断定 这就是以立法 在定罪于约伯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 谁因着罪 面临难处 这样定罪是不可以的 但是约伯呢 不是因为他犯罪 所经受这些的殴裂 那以立法的罪 应该是多大的 与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内心不相符 所以呢 他知道最后呢 都把约伯逼进了深渊 我们呢 不要说 以自己的情感 去指责别人 论断别人 让别人跌倒 绝对不要有 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的约伯 第二十二章十二节里面说 神起不是在 在高天吗 你看 星宿何其高呢 这话呢 说的是以立法呢 在 不是说呢 以立法在说 神的伟大 再以立法来看呢 神呢 是凭 所传的知识呢 所存在 想象当中的神 所以呢 说天宫的远方 在何其高的星宿 以立法呢 他不仅是说 没有遇见神的体验 也不是从内心 去服侍神的人 那今天的话语的题目呢 是属灵的信心 属肉的信心 还有呢 通过以立法描写 他知道描写 大家也想一想 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 以立法呢 他不是信神 他只是说 知识上的 知道有神 这不是属灵的信心 而是属肉的信心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 这是通过家人的传道呢 做家人 生活 就算是有很多的体验见证 只是听了 听了但是就会漏掉 不会说发自内心的去相信 连着家人呢 说来到教会呢 做礼拜 说神是存在的 头脑当中知道 但是呢 不是说从心里相信 所以就不敬畏神 我们学生们 年轻人们 圣徒们 像以立法这样呢 知识性的 和属肉的信心 如果说是 自己也是这样的话呢 就算是寻求神 神也不会做工 但是约伯的情况呢 与立法是不同的 因为他是信神 服侍神 在神面前 诚实的献祭的人 但是呢 他没有直接性的 遇见神的体验 所以呢 神为了去遇见他 所以需要这样 熬练的过程 那通过这些熬练的过程呢 将他不完全的 这些属肉的信心 改变为属灵的信心 这就是神的爱 那以属肉的信心 再说着约伯和约伯的朋友们的信心 但是这也是不同的 约伯呢 严密的讲 他也不是属灵的信心 他也是属肉的信心的领域 但是约伯的这属肉的信心 和以立法的信心呢 又是不同的 有很大的差别的 他呢 以立法呢 在属肉方面知识上知道 但是他不是信神的信心 对神来说 他根本就没有对神的敬畏 但是约伯呢 虽然说没有亲自见到神 但是以传闻 从祖先所传来的话 这神 这样的神 但是呢 他也是去服侍神 去敬拜神 虽然说不是完全的相信 但是呢 虽然说这是属肉的信心 但是呢 是接近属灵的信心的 那么以这个信心的大小来说的话呢 在信心的信仰呢 是已经过了这个信心的第三阶段 也过了磐石了 那怎么能够知道呢 约伯呢 像神献上的这种敬畏 对神的敬畏 献祭 对于神的话语 对神的这个律法去生活 虽然说他只是行为上 那和这个他的朋友 没有任何的行为的 他们的朋友呢 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有所分辨 那我们的信心的第三阶段 虽然说还不是完全的属灵的阶段 但是呢 从心里面相信神是 或者的神 但是里面的还是有罪信的 就是约伯的信心的大小 那我们呢 以现在的样子 我们以这样的信心大小去分辨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的来对号入座 如果说还没有成就的话 那非常可惜的是呢 这也是属肉的信心 是包括在这个属肉的信心里面的 一定要迅速地割离内心 成就属灵的心 神是不接受这个属肉的祭祀的 约伯在梅里斯坦的时候呢 看到他嘴上所讲的 约伯所牵上的献祭呢 都是属肉的献祭 虽然说很惋惜 但是他有这样的善情 但是这是属肉的信心 约伯记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 不得平静 也不得安息 却有患难来到 那就是约伯说呢 说若不向神献祭 或许会降下诅咒 在这样的惧怕恐惧当中去服侍神 如果说约伯正确地认识神 去服侍神的话呢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叹息 那这在献祭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是相信神 但是所惧怕试探 或者是失去了喜乐和感恩的话 这只能够说是属肉的信心 或者是如小孩子般的信心 这是以证明 但是正确地知道神 在灵里去服侍神的 就不是恐惧 而是以真正爱神的心 去顺从话语的 还有就算是面临试探患难 但是如果说发自内心的爱神的话呢 就不会有恐惧 或者是说也不会呢 去失去喜乐和平安 那约翰一书四章十八 就是爱里没有惧怕 爱就完全就把恐惧怕出去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说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 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他得着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 这样的人呢 当然呢 就会呢 接受神所约翰的属灵的祭祀 在生活当中的认可神 按照神的旨意 一去生活 那么就能够得到 神所赐的应允和祝福了 神呢 对约伯呢 也是 希望呢 和约伯是这样的关系 爱的关系 所以呢 就允止了这样的熬练 作者 能见到他的这个作业 能够让约伯呢 拥有体验性的信仰 那这大家呢 也要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现在的熬练 对于自己来说 是否也是有必要的时间呢 我们与牧者呢 一同观想生活 我们看到了很多 大尔经人的权能 但是 我们知道神是活着的神 只是说 理所应当的 没有什么可疑惑的 那有的人疑惑 疑惑是更奇怪的 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人做不到的这些权能 我看到了很多 所以神是活着的神 不可能去疑惑 那么就认为自己是有信心吗 这是信心的基础 但是 这不是属灵的信心 要成长为属灵的信心的话呢 要知道神是活着的神 所以我要去爱神 遵照神的话 与生活 要有这样的顺从 才能够成长为属灵的信心 但是没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呢 度过了一年两年 五年十年 这样的话 十年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权能 还是同样的 知道神是活着的神 认为自己有信心 但是呢 在史上 世界当中的灭脸事堂和患难的话呢 不是说去寻求神了 而是会不平不满 或者说神 为什么给我带来这样的难处呢 会有这样没有信心 这就是属肉的信心 我们呢 要去寻求神 那约伯呢 是要有这种体验的信仰才可以 所以有必要的这种 熬炼 他接近 属灵的信心 但是呢 他需要他有所体验 所以允准了这样的过程 通过这样的过程呢 自己的恶呢 显露出来 所有的问题呢 他都解决 那么 我们呢 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信心 那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信心呢 因为呢 非常的充满 不惧心 不心恶 也不与四处妥协 在话语当中 在目觉的空间当中 过向生活 那么就认为呢 以属灵的信心 过向生活 那认为自己的信心好 那 如果说是得到了属灵 而知人的这个信心的分数的话呢 就更加是亮相 要发现自己根本的恶 也非常的幸福 发现自己的恶 那么这次呢 以自己的信心完全成长的话呢 就算是有敖恋呢 也不会说是暴露出恶来 在经受敖恋的时候呢 也不会有不平不满 但是却不是那样 不是说自己去求得到了应养 又得到了祝福的 你说神是这样活着的神 那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不是说我们去寻求神 而是以目者的权能 这没有任何的错 这是由 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大的实惠 那自己去寻求神 去定期做祷告 去进食 得到医治 得到应养 问题得到解决 那这样的话呢 就像约伯一样的能过到这种能够体验性的信仰生活了 就算是那么就这样的过信仰生活 就不会远离神了 但是看很多的信仰人呢 在一生当中的有可能 也就是一两次的去体验 有病的话就去上医院去吃药 说是信神 说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没有体验 那头脑当中就是神是活着的神 嘴上说主是救主 这样告白就像生活 但是生活呢 是怎样呢 自己的身体呢 确实犯罪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但是主日来教会呢 又说是信神 又说是相信神 但是不是属灵的信心 所以求了也不能够得到应允 但是我们呢 我们要上传去求得到应允 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很好的关系 没有这样的恳求来着 但是因着主人牧师所填充的公义 全能 我们呢就非常容易地得到医治 接受祷告之后呢 就得到了医治 一定要占据在自己的这个 内心 我们得到的太容易了 所以呢 没有恩典 没有感恩 那什么是问题呢 自己就是问题 这样奸诈的自己 这样善变的自己 那现在呢 经济非常的发达 吃喝 没有问题了 像大人所说的 我虽然说也是70年代的人 那个时候呢 没有现在这样的富足 也没有很多的零食 吃饭的时候 如果说不吃的话 如果说这吃饭的时间 不吃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吃可吃的东西 那现在的孩子呢 就算是不吃东西 不吃饭 那也有自己的零食 也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 去买些东西吃 所以说和这些孩子们说 以前没有吃的东西 没有零食吃 他们不理解 因为他们太 过得太平安 他们的经济条件太好了 吃喝也太 富足了 不吃饭 不吃吃不吃穿 以前没有这些吃的 你现在挑三拣四的 但是就算是再说 这些孩子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像今天大礼拜所讲的 在伊甸园的这种幸福 他们不知道那是幸福 不知道神的爱是爱 而犯罪 那我们体验到这样的权能 有所体验的话 就要能够感受 但是呢 感受到一点点这样的恩典 又与世俗妥协 去爱世界 那在牧者当时的时候呢 不爱世界 虽然说是这样 但是内心里面的罪性 没能够离弃 还要去爱世界 然后又悔改 又爱世界 又悔改 反反复复 这样的 没能够拥有属灵的信心 看到我们这样的面貌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权能 很多的体验 那大家里面是有这种的 那在熬练的时候 就不要忘却这些 要更来浮想这些 要知道神是活着的神 虽然说 我们眼睛看不到 但是神还是活着的神 自己是否是 在这属肉当中 如果想生活 一定要能够查看自己 那么这样熬练的时间 对自己来说 是多么的蒙福 以前是非常充满的 现在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那么要知道 那是自己属肉的面貌 属肉的信心 连着这些才这样 那在承认的时候 才能够迅速的变化 以立法还有约伯 他们的属肉的信心的差别 还有行为上 约伯呢 是努力的去服侍神 去爱神 按照立法去遵守 去敬畏神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去 这样 但是让他得到完全的话呢 是需要有傲恋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理解 但是呢 以立法还有约伯的朋友们呢 和约伯还是有所不同的 他们不去服侍神 更加没有遇见过神 所以呢 就认为神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呢 就像今天本文里面所讲的 以立法所讲的一样 只是所传的话语 存知全能的神 在至高处的神 觉得是非常满然的 那么神 说神创造的 星星都在那么高的地方 更何况是神呢 会在多么高的地方呢 以立法这样子 说神在高处 这样呢 就比喻 经济说明之后 接下来又说 约伯基尔撒章 十三到十四节说 你说神知道什么 他岂能看透 幽暗实行审判呢 避云将他遮盖 使他不能看见 他周游穷仓 那约伯呢 认为神不知道 约伯的痛苦 这样去反驳 约伯的话 说约伯神创造了神 所以呢 神所在的地方 比心更高 所以才能够看到下面吗 你却愚蠢地说 神知道什么 神不能公义的审判 被密云遮盖 神看不见你 只在天上周游 约伯如果说 他这样的不平 如神不知道 约伯的状况一样 不能够公义的审判的话 只能是无能的神了 但是神呢 是创造了宇宙万物的 统治宇宙万物的 超越时空 什么都知道 什么是都能够做到的神 那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够说是以立法所讲的 说属肉上 神所在的地方呢 比心还高 就像在高山的山顶 俯瞰下面 调望万物的 约伯和约伯的朋友们呢 他没能够在属灵方面认识神 在自己的属肉的极限当中 所以呢 才说了这些不相关的话 现今呢 也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 那在天灾人或面前 或者是患在面前 能说神太过分了 或者是有的人说 老天不长眼 那么有的人说 神太过分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存在 他承认神的存在 但是呢 神是很无情的 还有的人说呢 老天不长眼 就是说神 就是说神不知道 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这些状况的意思 那么这只是说 这个没有信心的出信徒 或者是说 没有信心的人才会这样的 有信心的神的儿女呢 是不会说这样消极的话 或者是让神伤心的话 说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对自己的祷告 得不到应允 就是说神 不是说神就不存在 也不是说 没有人请问的神 也不是说 神不知道这样的环境条件 那就是因为自己有罪的最强 或者是说 不是应允的时候 或者是想给予我们更好的 在无论是怎样的理由呢 我们的神呢 意念都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是善的 神是个灵 无所不在 心怀所有的事情呢 会超越所有 那个时间条件和空间 在宇宙各处都是存在的 所以神呢 在广阔的宇宙当中 每一个角落 祂都是能够去心怀 每一个角落 而去治理的 耶利米书23章24节说 耶和华说 人岂能在隐秘处长生 使我看不见他呢 耶和华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神的眼呢 无论是在哪里 不仅是善人恶人 祂能够见察 而且是神呢 都充满天地 祂所造的 没有一个是祂看不到的 万物只能够 缘缝不动地 显现在祂面前 那么属肉的心心 知识性的信心 拥有这样信心的人 知识性的信心的人呢 就像一粒法说的一样 被密运遮盖 认为神看不见他们 所以呢 就会随自己的意呢 犯罪 祂觉得也没有关系 但是神呢 是创造主 不是说我们被神遮盖 就看不到我们的 我们的举手 投足 我们的心思 意念 祂都能见察 就算是一根头发 都能去数算 以如火般的眼目 来看顾神的儿女 还有全知全能 如果说我们 合乎神的内心 那什么事情 都能够应允给我们 所以 拥有属灵的信心 完全地相继 全知全能的神 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所求的 都能够得到应允和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够 赢得这样的信仰生活 思考话语 一起来做祷告 接受者牧师的患者祷告 有病的人 疼痛的人 请把手放在旗上 接受祷告 没有病的人呢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了成就内心的心愿 凭信心来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 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 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几千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支教会之圣殿 以及全世界的 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 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 一切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佛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焚烧并医治他们 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组织细胞 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 明斥责 曹地魔鬼撒旦疾病 病均软弱都退去 光阿进入吧 求佛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 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均 都不能进入求佛保守 求佛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 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到医学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脚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的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腹食血儿 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间般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 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 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 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 要看见 笼子 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是各种事故 后遇症 得以洁净 苦折 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不留下 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 中毒 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细胞 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 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众识者 也都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 灵虚黄 诡诈的 灵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 都退去 松开一切 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 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新盛 凡事新盛 成就家庭的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 灾阳中 得蒙保守 度过 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诸火 燕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 儿女们的家庭工作和事业 将智慧和名字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 意念不被世界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是活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够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